今天正道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十七节 逾越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吃晚饭的时候 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 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游大心里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且自知道自己是从父出来的 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 拿一条手巾素腰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 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塑的手巾擦干 挨到西门彼得 彼得对他说 主啊 你洗我的脚吗 耶稣回答说 我所做的 你如今不知道 后来必明白 彼得说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耶稣说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分了 西门彼得说 主啊 不但我的脚 连手和头也要洗 耶稣说 凡洗过澡的人 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 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原知道 要卖他的是谁 所以说 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 就穿上衣服 又坐下 对他们说 我像你们所做的 你们明白吗 你们称呼我夫子 称呼我主 你们说的不错 我本来是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 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 你们既知道这事 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的讲题是仆人 我们讲这个服事已经 讲了差不多三个月了 很快就完了 哎 有没有这个 那么 其实 我们年轻的时候 都有 谢谢 有人问我们 你将来想做什么 我发现没有 没有一个人呢 自愿 要去做一个仆人的 都希望能够做画家 音乐家 企业家 什么什么家 政治家 或者是什么什么师 律师 医师 工程师 没有人愿意去做一个仆人的 但是我们发现了就是 耶稣在这里 就给了我们这个榜样 他圣经说他爱门徒 爱到底 那怎么叫爱到底呢 刚才那段经文章说的 约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然后呢 他就替他们洗脚了 这个爱到底啊 是个标题 他既然爱他们 就爱他们到底 这个到底 不光是指耶稣替他们洗脚 也是指着耶稣 因为这是个题目嘛 然后接下去的 就是讲耶稣受苦啊 受死啊 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所以一直爱到底的 最后为他们死在十架上 这个洗脚是一个 是个什么 是个先兆 或者是一个象征 就是象征耶稣服侍他们 服侍到底 最后连生命也给了他们了 那我们可以看看马可福音 十章四十五节那里 就讲了很清楚 耶稣在那里说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属将 他服侍人 服侍到一个地步呢 最后是舍命 把自己的生命也给了你的 所以这个洗脚是一个 第一步 是个预表 表示耶稣要替大家死的 这是耶稣的榜样 那我们今天从耶稣的榜样 我们就要看看到底服侍 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起码在这里可以看到 看到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服侍是谦卑的 为什么说服侍是谦卑的呢 我们讲一讲那个洗脚的背景 今天我们已经不需要洗脚了 当然你自己在家里洗脚 但是一个人替另外一个人洗脚 今天已经没有这个需要 特别是在澳大利亚 在当时呢 我们要理解 当时没有这个 好像我们现在这种马路的 而且他们穿的鞋都是草鞋 你到乡下去你就知道 现在中国的乡下还有没有那种路 我已经不清楚了 我十几年之前回到乡下去 还是泥巴路 冬天穿的鞋 连那个鞋也弄得非常的脏了 你进到家 还要用一些树枝 把那些泥啊 把它削掉了 哇 用了很长的时间 你想想穿那个草鞋 那个脚是露出来的 进到家里面是多么的脏 所以呢 往往一个人进了家的时候呢 往往就要洗脚的 那么有些人家里是有奴隶的 那么这个奴隶就负责帮主人洗脚 或者是帮客人洗脚 他们有这个需要的 那么万一家里没有这个奴隶 是怎么样呢 就地位最低的 替他人洗脚 地位高的不需要帮人洗脚的 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到安徽去 冬天 冬天在北方都 都 都 不洗 就是 很少洗澡的 那么但是他们每天晚上都洗洗脚 所以到了晚上呢 我就要上床了 大家都拿一盆水来洗脚的 有个年轻的小伙子 孙子我替你洗 我吓了一跳 你替我洗脚不敢当 虽然他的地位比我低 就是因为我年纪比他大 我也是牧师 他说我替你洗 我很感动 他愿意替我洗脚 但是我没有让他 我做我自己来行 但是在这里呢 就发现了 的确是 是地位低的 替地位高的洗脚 我们要想象一下 这个脚啊 是一个人的身上最下面的那个部位 当你替另外一个人洗脚的时候 你的知识啊 一定不是蹲下来 就是就是就就就就就 就是跪下来 或者你拿一个小板凳啊 坐下来 刚才耶稣是用了什么知识呢 我不知道 但是耶稣替他们洗完脚之后呢 他说耶稣穿上衣服 只坐下 就是耶稣洗脚的时候 他没有坐的 他很可能是跪在那里 或者是蹲在那里 所以这个知识呢 就就告诉你呢 他是个非常谦卑的 那么一个知识 我在美国认识一个牧师 他以前是卖皮鞋的 他说我看过很多双脚 脚只有两种 第一种脚就是丑陋的脚 第二种脚就是更丑陋的脚 那他讲的很有意思 我等一下再讲这个牧师 所以呢 你就发现了 替人家洗脚 是需要相当的谦卑的 特别是耶稣 他是人家的门徒的主 他就蹲下来 或者是跪下来 替门徒洗脚 那我们发现呢 这个就是门徒啊 他们会争论的 为什么争论呢 这里没有提到 刚才我们所读的 约翰福音没有提到 但是我们假如读路加福音 我们就知道了 这是同一个地点啊 在耶路撒冷那里 他们吃晚饭的时候 门徒起了争论 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 意思说外邦人 有君王为主 治理他们 那掌权管他们的 称为恩主 但你们不可这样 你们里头为大的 倒要像年幼的 为首领的 倒要像服侍人的 是谁为大 是作习的呢 是服侍人的呢 不是作习的吗 然而我在你们中间 如同服侍人的 那么这里呢 就讲门徒起了争论 他们为什么会争论呢 我们发现门徒常常争论 争论什么 争论的内容 就是谁是大的 在这个场合 他们争论一定有一个原因的 引起他们的争论的 所以你把这个路加福音 配合约翰福音来一读呢 你就发现 为什么他们争论 谁是大的呢 现在耶稣他们 借了那么一个房间 来吃这个晚餐 很可能里面没有奴隶 借给他们的 那么因为那是门徒 自己要去预备饭菜的 所以呢 来到那个房间里面 大家就问了 谁替别人洗脚啊 那么大家都在这里 个个都不愿意 所以大家就在那里 争论谁是大了 因为假如我比你大呢 你就要替我洗脚了 起码我不需要替别人洗脚 所以他们争论谁是大的 那么但是你发现了 耶稣就有一个榜样给他们 在第三到第五节 耶稣知道 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又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 又要归到他那里去 耶稣知道他的位分 他的地位 他是从父那里来的 又要回到那里去 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 他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他就离席站起来 脱了衣服 拿一条手巾出腰 他知道自己的位分 然后他就服侍人 他知道自己的位分很高 然后他就去服侍人 他随后把水倒在盆里 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输的毛巾 手巾擦干 这是耶稣的榜样 他不去跟门徒争论 我比你们个个都大 他不去说 你年纪最小 你来替别人洗脚 他也没有说 你你是最后一个跟从我的 所以你的地位是最低的 你来替大家洗脚 或者是你的灵命最低 你来替其他人洗脚 他没有 他自己做一个榜样 他就替门徒洗脚 这里让我想起孔子讲的一句话 孔子讲什么呢 他说君子之道四 秋未能一焉 他说君子之道有四个 秋就是孔 秋就是他自己 他一样我也做不到 他说所求乎子 以事父未能也 所求乎臣 以事君未能也 所求乎弟 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师之未能也 这是中庸十三章第四节 那里讲到了 你看我们中国不是有五伦吗 孔子也知道有五伦 五伦是什么 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妇 朋友 这都漏了哪一轮呢 夫妇 为什么他不提夫妇呢 所求乎父 以事期 没有这回事的 在中国没有这回事的 朋友是平等的 你可以说 求乎朋友 我先给你 我不要求 我先给你 但是呢 夫妻他就不敢提了 因为在中国文化里面 没有丈夫服侍妻子的 都是妻子服侍的 丈夫的 你看在中国文化里面 是小的 服侍大的 但是在基督的信仰里面 是大的服侍小的 当然小的也要彼此服侍 但是是大的服侍小的 所以犹太人呢 很不能够接受耶稣 因为耶稣应该是个救主 但是他一出生就出生在个马槽里 哇 哪里有那么卑微的 哪像一个救主啊 所以犹太人不能接受 接受耶稣那种谦卑的 软弱的姿态 最后他还被人家 盯着死去架上 哪有那么不像样的救主 所以犹太人不能够接受 因为高高在上的神下来了 用一个谦卑的姿态下来了 并且死在死去架上 所以犹太人很难接受 但是我们的信仰的内容 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 就是大的服侍小的 我刚刚大学逼的时候 才23岁 我到那个中学里面去教书 那是个教会办的学校 但是那个学校很奇怪 里面的老师都不是基督徒 校长也不是基督徒 我是唯一的基督徒 所以因为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我一去做了主任 什么是主任呢 主任就是在校长以下 最高地位的来的 我23岁就做那个主任 我留意了 当校长要跟谁讲话的时候 他说 小李过来 那么这个职员小李就过来了 校长到他的房间去 坐在那里 他就吩咐他做什么 我就觉得 我自己觉得这个姿态不好 当我要一些其他人的老师 他们尽管他们的地位比我低 我希望他们替我做什么呢 我一定走过去 他们坐在那里的 我走过去 因为我是站在那里 他坐在那里 我走过去呢 我跟他讲话 我不许这样 从上往下讲 我蹲下来 李先生 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请你替我做啊 我就用这种姿态 很简单的 我发现呢 我做了半年 那是老孙子的职员 我都得到他们的心了 我发现他们很服我 他们反而不服那个校长 他是有这个地位的 最高的地位 他们都很服我 很乐意主动的为我 为我就是做这个做那个 我才发现原来谦卑是那么好的 大的 服事小的 这是服事的第一个特点 就是服事一定是谦卑的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男人 回家去服事一下你的太太好不好 倒一杯茶给她好不好 张牧师有一次 希望我们回家替太太洗脚 我替我太太洗过脚 她怀孕的时候 她很难弯下腰来穿鞋啊 怎么着 我就替她洗了 那么 你们做老板的 回去服事一下你们的雇员好不好 你们做老师的 服事一下你们的学生好不好 你们做高级的 服事一下你们的下面的人好不好 我以前认识一个 在餐馆里面做的很高级的 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叫captain 中文叫什么 反正 领班 做领班 他常常带一些人到教会来 但是那些年轻的小伙子来到教会了 一两次之后就 哎呀我没有空啊 有些借口就不来了 他是领班嘛 他把那些年轻人带着教会来 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那些人为什么来的一两次就不来呢 因为他在餐馆里面 常常都破口大骂的骂人 讲脏话 这个不行的 你们有种服事的态度 人家不会服你的 你带他到教会来 让他们听真理 他们听不进去的 我有一次我就跟他说 我也讲得很温柔 我说 我知道在餐馆里面工作 往往啊 环境不是太好 不过我们大家都要 以谦卑的态度 去服事其他的人 我不知道他听了 他 他 他有没有做 啊 反正我们就是一大的服事小的 第二个特点 服事是人化的 啊 什么叫人化呢 服事是服事人的 啊 你看 耶稣 他 替每一个门徒洗脚的时候 他要 接近这个人 呃 跪下来 或者蹲下来 他的手摸到他们的脚 啊 他用水把他们脚上的脏的东西洗干净 用毛巾擦干净 他跟他洗脚的时候 很可能还跟他讲话 正如他跟彼得讲话一样 他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 是人化的 啊 我们要留意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不光是办事的 我们是服事的 但是教会里 但当然教会里面也有事给我们办 啊 但是我们办事的背后 是要服事人的 啊 呃 彼此服事 在家里服事 在在在在公司里面服事 在邻居里面 呃 服事 啊 呃 不能够光看见事 看不见人 要从事中看见人 我们教会欢迎 欢迎弟兄姊妹来办事 但是你办事的时候 要看见人 要不说你早点来 搬搬动这个衣植 很好 但是你不要有人 有人来了 你看不见 你搬衣植的时候 有人来了 你要看见 然后你上去跟他握握手 啊 欢迎你怎么打个招呼 这个在世中见人的 因为服事的服事的对象是人 啊 不光是办事 我有一次讲 我在杭州 呃 在一个餐馆里面 有人请我吃饭 那么有些服务员 你们知道是小女孩 小服务员 都是从乡下来的 呃 那么我看见他们 那么我看见他们其中一个 呃 就是 很普通的 那个饭菜还没有来 他就一个人站在那里 你看 你看他的样子 你就知道他很自卑的 我就走过去跟他谈话 我上次只讲了一半 啊 没有一个客人会走过去跟一个女服务员谈话 谈话的 我就走过去跟他谈话 而这是个姿态 我作为一个客人 我不是等他走过来服事我 但是我走过去 我就问问他你从哪里来啊 呃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啊 呃 你就是 你来的这里多久啊 等等 他很惊讶 我一个客人走过去 我年纪比他大得多 还跟他谈话 谈话的时候呢 开始是他很怕 到最后呢 他的鼓起勇气问我 他你是干什么呢 他以为我是做生意的 我说我不是 我是个牧师 他说什么是牧师 啊 那我就知道他从来没有到我教会去的 我说 呃 你知道基督教吗 呃 各位弟兄姊妹 我知道我们教 我们这里的教会呢 是不大赞成用基督教 这个这个词的 我们是基督信仰 但是在那个情况 我想过 假如我说基督信仰 他很可能听不懂的 我为了他的缘故 我说那你知道啊 是基督教的牧师的 哦 基督教我懂 那牧师我就不懂 我说就是牧师就是在教会里面工作的 啊 那个人 哦 这样子 讲到这里的 我就去够了 我不继续的抓住他 想到传福音 会吓怕人的 不失切的 你们知道 讲话要有一个失切性 啊 我觉得我已经做了第一步了 啊 那么第二步呢 我就祷告 求神来带领另外一个基督徒做第二步 啊 这个就是服事 就是不光是办事 我不光是来吃饭的 我还要看见人 要去服事人 啊 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知道的 服事是以人为对象的 无论到了什么场合 啊 我们服事的对象是人 那么这个人化的服事呢 还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彼此洗脚 耶稣说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父子 尚且洗你们脚 你们 你们也当彼此 啊 洗脚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双重的意义 一方面呢 彼此洗脚 这里耶稣说 我是你们的主 我还替你们洗脚 所以你们也要 谦卑的 去彼此服事 啊 那么 啊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啊 另外一个意思 因为 刚才 啊 不是 彼得这样说吗 他哀悼西门彼得 彼得对他说 主啊 你洗我的脚吗 耶稣说 我所做的 你如今不知道 后来必明白 为什么后来不明白呢 因为耶稣在那个时候 还没有上十字架 耶稣上了十字架 复活了之后 彼得才明白 哦 原来耶稣来舍命的 他把我的命 他把他的命也给了我了 就赦免我的罪 啊 那后来不明白 彼得说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耶稣说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分了 这里讲的救恩的问题啊 啊 然后彼得就说 主啊 不但我的脚 连手和头也要洗 耶稣说 凡洗过澡的人 只要把脚一洗 全是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 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讲了当时的背景 就说 凡是洗过澡的人 是不是啊 他全是都干净了 但是他要走路啊 他没事走路 这个脚 这个脚脏了 不需要全身洗的 只是洗洗脚就行了 换句话讲 当你一信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要洗净了你全身的罪了 以后一个基督徒还会不会犯罪啊 还会的 还会犯罪就好 那个脚脏了 洗洗脚就行了 不需要全身洗的 就洗洗脚就行了 那么所以耶稣说 假如我不洗你 你就有我无份了 那彼得说 全身都要洗 但是耶稣说 你们都是干净的 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谁不干净的 就是卖耶稣的油大 你看我们在这里留意 耶稣替门徒洗脚 有没有替油大洗脚的 应该有的 应该有的 但是替油大洗脚 这个洗呢 就与油大没有什么关系 他做了 他的脚是干净了 他全身还没有干净 所以当耶稣说 我们要彼此洗脚的时候 也包括了 我们要彼此赦免对方的罪 假如我们的弟兄姊妹犯了罪 就是代表他的脚脏了 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不是去遮备他 不是去骂他 不是去控告他 而是替他洗脚 用谦卑的态度 把他挽回过来 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一节 那里也说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 就应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用温柔的心 我们个个都会犯错的 会讲错话 会做错事情 其他的弟兄姐妹看 就要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特别是圣旧所谓 里面属灵的人 假如一个人看见别人做错了 就骂人家 他是不属灵的 他是属血气的 但是属灵的人 就是不是这样的了 他会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你用温柔的心的时候 对方会服你的 那你就是等于替他洗的脚 用谦卑的态度 用温柔的心 就是用谦卑的态度 把他挽回过来 其实 这个彼此洗脚 也就是我们基督徒伦理的基础 十四十五节 耶稣说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所向你们做的去做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伦理的一个基础 我们做什么东西啊 就是耶稣所做的我们去做 照耶稣的榜样去做 这个就是基督徒伦理的基础 我们一般的教会呢 就往往会讲 基督徒不该做什么 不要说谎话呀 不要骗人呐 不要赌博呀 不要喝醉酒啊 啊 怎么怎么样 我们常常是不要做这个 不要做那个 那个也对 但是我们少谈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哎 但是基督徒 耶稣说的时候 你们照着我所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我们要彼此服侍 也要去服侍其他人 礼拜天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举手 向神支取力量 向神支取智慧 敬拜神 感谢神 赞美神 礼拜一就是向人伸手 服侍别人 爱人 向人做见证 这就是我们伦理的基础 好 服侍的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服侍是有福的 因为耶稣最后说 你们既知道这事 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这句话我没有打出来啊 就是读经的时候读过了 这是第十七节 你们既知道这事 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所以服侍者呢 是有福的 有什么福呢 其实当我们谦卑服侍的时候呢 反而会增强我们的自信心 第三第五 第四第五节 应该是第三第四 我打了第四第五啊 第三节怎么说呢 第三节那里 我读给大家听啊 耶稣知道 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 又要归到神那里 就离席起来 脱了衣服 服侍他的门徒 换句话讲 耶稣为什么去服侍啊 他知道自己是从上帝而来的 又要回到上帝那里去 他知道自己的很高的地位 我有很高的地位 怎么样呢 我就高高在上 真的就吩咐你们 不是 我有很高的地位 我就服侍 就说一个真正懂得服侍的人呢 他是谦卑的 正是因为他的谦卑 才表明他是非常有自信的 我知道我的位分 我知道我的地位 一个没有自信心的人 反而常常要 不够自信 反而常常要提高自己的地位 反而常常要提自己的头衔 提自己的 悬调自己的财富 穿名牌 来提高自己的地位 其实一些 我不反对名牌 假如你觉得名牌是很好用的 很实用 很美观的 你肯定有钱可以买 但是假如你就是 不理他 你喜不喜欢他 要勉强要 什么都要开名牌的车 就是穿名牌的衣服 戴名牌的手表等等 表示你自己的自信心非常的低 你要靠这种外表的东西 把你自己撑起来 我最近在德国 有一个华人的牧师 他给了我一个名片 名片上写什么呢 写了写了他的名字 什么什么牧师 然后写了 他说再读博士 正在读博士 哇 名片里面要提这个再读博士 就挺怪的 是吧 假如你已经拿了博士 你说什么什么博士 也可以了 再读博士 我就觉得这个人的自信心 一定很低 其实读了博士 并不算 算不得什么东西 你为什么要提自己 再读博士呢 难道读博士就好过 那时候就表明你的地位 比其他的人高一点吗 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一个真正谦卑的人 是非常知道自己的位分的 我们是神的有君尊的祭司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彼得前述那里讲到 我们基督徒的位分是相当高的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位分相当高 因为我们的位分相当高 所以我们能够谦卑下来 我们能够从楼梯上走下来 所以 服事是有福的 因为服事人反而表明 我们是很知道自己的位分 是非常的尊贵的 那么 服事还有 有什么福呢 会得到主人的称赞 第十五节那里说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就说我们假如服事人 我们是照着主所做的去做 所以 因为我们能够做主所做的 而我们是有福的 我们会得到主的称赞 正如在马太福音 二十五到二十一节那里说 那个主人说 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 他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是耶稣讲的比喻 说这个好的仆人 那个主人称赞他 我们都是耶稣的仆人 有人以为只有传导人是神的仆人 不是 我们各个都是 我们各个都要去服事人的 我们各个都要得到主的称赞的 有人称赞我们 我们不一定要拒绝 不必拒绝我们可以安然的接受 我们自己不去求那个 那我们可以安然的接受 但是最后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主人的称赞 就主耶稣将来对我们说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我很盼望将来能够听到耶稣讲这句话 对我讲这句话 那我们怎么知道 耶稣会不会替我们讲这句话呢 给我们讲这句话呢 就是现在我们可不可谦卑的服事别人 假如我们现在能够谦卑服事别人呢 我们正式做 耶稣吩咐我们所做的嘛 所以到时候他会 他会称赞我们的 服事是有福的 因为会得到主人的称赞 服事还有第三个福气 就是这个福气会流出去的 当一个人 他得到神的福气的时候 神的福气一定是非常满的 神的福气不是一点点的 是非常满的 满到要溢出来的 要流出去给别人的 假如这个福气只是我自己享受的 这个还不算神的福气 这个福气太小了 这个福气一定大到可以流出去的 最近中心社 你们知道什么是中心社吗 中国新闻社 报道了一个消息 我很感动 他说校长替学生洗脚 他说香港有一个学校 叫马可斌纪念中学 中心社报道的 他现在在全国报道了 这个学校呢 这校长 每年在毕业典礼的时候 把家长都请来 替两个学生洗脚 那么因为这个学校呢 很注重学生的品德的 他说我们招生的时候 他这个学校啊 在一个比较贫穷的地区的 在那个地区的学校都是不好的 我们从香港来的 我们知道 所以他们很想把自己的学生啊 那个成绩弄得越来越好 但是都失败了 我有这个学校 那我们收学生的时候 成绩只是百分之 算百分之三十 品格百分之三十 还有其他的 就参加校外的活动 等等又占不知道百分之多少 所以你光是成绩好 不能够进到这个学校里面了 他很注重一个学生的品德 他说这个学校啊 他们的老师 他们的校长 每年替学生洗脚 就是要立下一个榜样 那么这些学生呢 很受感动 我们要知道榜样的力量 是非常大的 你不要看清一个人的榜样 耶稣一个人的洗脚的榜样 感动全世界的人 我昨天很奇怪的 我在一个德国人的教会聚会 圣诞节的聚会 他们每年都请我了 今年是第三次 我去到的时候 他们就是德国人很喜欢喝咖啡 吃蛋糕 那么我一去到坐在我对面 那个老太太就 哎呀 我想起来 你不能喝咖啡的 因为我下午不能喝咖啡 喝咖啡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你也不能喝普通的茶了 你喝那个绿茶的 我马上到厨房里面去找一下 有没有绿茶 他还记得 其实我前年去 我去年我没有去 他还记得我 我不能睡觉 我要喝绿茶 就是那个草 herbal tea 他马上到厨房里面就找 找到了 对不起 还要烧水 对不起 我就觉得 所以我根本太太都很喜欢德国 他们很细心 他还记得我 我我 喝了喝了咖啡 不能不能睡觉 直到下午 故意的去泡一壶 绿茶给我 我很感动 他他来服侍我 这个学校 他们做了十几年 这样子 他们的高中生 都很受感动 他们在高中生呢 就发起一个 行动 初中一的学生 第一次进到这个学校来 你们知道 在世界上 有一些大学 在香港大学 有个流行 一个习惯 你刚刚进大学 你要怎么样 你要被那些高班的大学生 欺负你一天 整天 你帮我做这个 你帮我干那个 那么 一年纪的学校 没有办法了 你们欺负就欺负了 为了得到你们的接受 大的欺负小的 但是这个学校不是 那高中生 替初中一刚刚进来的 擦皮鞋 中心社爆炸的 擦皮鞋 哇 这个榜样非常厉害 我希望全国都能够看到 有一位毕业生 现在是中文大学念书 他说我很喜欢我的母校 因为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校长 不光是在上面讲 他们能够做出来的 他们给我们有好榜样的 让我们知道 我这个读过大学的人 将来这社会上 不能够高高在上的 我一定要用谦卑的心 去服侍别人的 这个就是 这个是个教会的学校 中心社报道的时候 还提到很清楚 这是一个教会的学校 这是本的基督 耶稣洗脚的精神 来做的 中心社上报道的 哎 我觉得非常的好啊 你看神所赐的福啊 不光是给这个校长 一定留到 留给别人的 有影响的 那多好啊 假如我们就全中国 现在都有这种 服侍别人的心 那多好啊 感谢主 在最后 我只是向大家 发出一个呼吁 请大家立志 做一个仆人 我1977年的80年 在美国读神学 我们神学院的院长 非常谦卑的一个 一位老先生 他在我没有去之前 有一次毕业典礼 他讲了一篇道 我不在 我还没有去美国 他就讲到约翰福音 耶稣洗脚 然后呢 他把一条大毛巾 剪成一小小块 叫做毕业 神学毕业生 你们出去 拿一条小毛巾 那个毛巾 就代表耶稣 用毛巾来插 门徒的脚 你们去服侍人 哇 很多毕业生 很受感动 其中一个毕业生 我还记得他的名字 他的Frank Tillert 他然后到一个 小教会去做牧师 那个教会 他去的时候 只有七个人 我去的时候 已经有九百人 他们教会很好 他们有九百人 但是他们的教会 小小的 只有两百个座位 他是我们不建大教堂的 人多 我们就多几堂的 崇拜 每个星期天 五堂崇拜 我们去那一堂 是下午五点钟的 那一堂很奇怪 很多街上的流浪汉 穿了短裤 穿个拖鞋就去了 他自己也是穿了短裤 因为要跟他们一样 穿个短裤 穿双运动鞋去讲道 那么上午呢 这些人穿得很端庄 但是你要知道 他们教会里面 所有的基督徒 一受洗了 马上拆出去服饰 他们教会一个一个 服饰的 事工设立的 有些人像服饰纪律的 有些人是服饰街上流浪的人的 有些人是服饰的 吸毒的 有些人是到监狱里面去探访的 有些人是服饰海外学生的 我参与了他们 服饰难民 当时他们有一些越南 柬埔寨的难民 我参与他们服饰难民的工作 一受洗就马上拆出去服饰 所以全教会的人 全民皆仆人 所以他们带了很多 街上的流浪的人来聚会 所以下午五点钟 我去参加下午五点钟 有一次这位牧师 他就是我们神学院的毕业生 他就又讲约翰福音这篇道 我也忘记他讲什么 他然后又要求我们去拿一条小小的毛巾 我拿了 放在钱包里面 到今天 1980年 这是提醒我 这是个记号 提醒我 我是个仆人 那么有一次张牧师在电台工作的时候 只有四个人 我还有三个人 我就稍微有点分享 又让他们拿了一条毛巾 所以张牧师今天不需要拿 你也拿过了 现在我也要求大家 假如你也愿意立志做一个仆人 我就请你等一下张子余姐妹来领事的时候 一面唱诗 你们就出来拿一条 放在这个钱包里面 假如你觉得我不需要 我已经是个仆人 不需要 不要勉强自己 你真是要爵士做一个仆人 你就出来拿 拿了之后提醒 提醒你自己 好不好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真是非常的惊讶 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身为君王 身为君王 救主 你的故意软强的姿态 你能够服供服侍别人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彼此洗脚 也能够替其他的人来洗脚 帮他们服侍他们 也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把我们的决心 划为行动 影响别人 求你帮助我们 中国 帮助我们中国 能够谦卑下来 我们都能够走下来 服侍别人 成为一种风气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